一个朋友花了两千块钱 在收藏市场上面买到了三个雍正通宝 然后他拿过来问我买的值不值 这三个雍正通宝都是黄酿的 然后我们来重点看一下他们的品种 还有就是品项 首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三个雍正通宝里面 最好的一个 就是我手里面这个宝和菊的 宝和菊的雍正通宝 在扫监度里面就是菊的这种 好菊里面排名第五 排名第一的是雍正宝兰 价值很高 黄粮煤品至少都要一两万一个 排名第二的是雍正宝川 像这样的黄粮煤品 至少也要小几千一个 排名第三的是雍正通宝 宝五 排名第四的是雍正通宝 宝仓 那么排名老五的就是我手中的这种雍正通宝 宝和菊 这个从品项上面还有就是字口上面 去看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就是黄粮煤品 非常漂亮 然后再看一下第二个 这个雍正通宝同样是一枚黄粮状态的 整个字口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另外它是一枚雍正保安局的 而像这种也基本上是黄粮煤品 保安局在雍正通宝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局 它要比进局 输局 这局 还有就是中央局 全员局 包括就是保云局 这些局都要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雍正通宝 它是保全局也就是中央局的 中央局就是保全局保援局 这个铸造上面也是非常的漂亮 整个字口品项状态都非常的不错 是一枚黄粮煤品 这个雍正通宝 它还有一个小板就是五笔箱 在雍字的下面 这个箱子它是分为五个笔画来书写的 像这种我们叫五笔箱 像中央局的这种 全员局的雍正通宝 黄粮煤品 目前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都是五六百一个 所以说综合判断的话 这三个雍正通宝 两千能买到 而且品项 声音真假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买的还是相当值得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收藏 转发 谢谢大家